那现在呢就来开始吃榴莲壳 等一下儿子吃完了 把那个榴莲籽送下来 然后我就吃榴莲籽 不过我有一点幸运的就是 它这个上面还粘了一点点 还粘了一点点 好吃 是猴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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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运费一起 它给送到家门口 这样子 榴莲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刺 但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觉得它很炸 然后就把它扔了 其实很可惜 很可惜 这是最最最有营养的部分 最最有营养的部分 现在主播就来吃这个琉璃丝 哎呀 咬动了 差点扎到嘴 刚才这个是一个玩笑 我们得小心就让嘴给眨了 泰国有一句谚语 咱们中国不是有谚语吗 泰国也有谚语 泰国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就是 不要在榴莲树下睡觉 听懂得扣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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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国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就是 不要在榴莲树下睡觉 听懂得扣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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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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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增加一点内容 嗯 接下来 再来吃这一部分 哇 这个很好 刚才剩了一点 嗯 妈呀 我这是合的很能 一口灯香 就是 它这个味道 瞬间你就在那个天空的那些云朵的大棉花糖里面 在里面跳那种天鹅湖舞蹈啊 太幸福了 嗯 这个地方也很好吃 很糯 看 可以咬下来 咱们今天主要呢 今天的主题就是榴莲可和榴莲籽 所以不能吃榴莲把肚子吃满 那就儿子吃榴莲 嗯 啊 这边还好多 这边啃干净嘛 还有这边 超好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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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它给前绑3点点加号 前绑3点点加号 前绑3点点加号 好 给咱们削礼物的宝宝们 把家号都多点一点 放下一个 放只能放一个 如果想放多的话 就得用手工 先这样吧 接着接着来 哇 这块好像 更多一点 看起来好诱人啊 准备好到 到云层的那个棉花塘 也转圈圈 三二一走 周围有一百两飞机 嗯 嗯 嗯 很黑啊 很黑啊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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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见 看见我牙齿啃了痕迹了吧 嗯 好吃 还有还有 这个等一下要从中间打开一下 都是刺还挺扎人的 这个我来吃了 嗯 好吃好吃 榴莲的味道呢 就是它有那种香得很浓 但有人会觉得臭烘烘的 但我们就觉得 嗯 香得非常浓烈 然后呢 它是一种很温柔的香甜 而且它的口感呢 就十分细腻 就是说 所有的水果里 嗯 谁最温柔呢 那就是榴莲 当然它的壳也是最坚硬 所以呢 嗯 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能量守恒 一定要用最坚硬 一定要用最坚硬 然后最有伤害性 来包裹住这一份最温柔 最甜美 嗯 啊 这中间啊 嗯 太好吃了 这个是最小的一个房间 超好吃 超好吃 嗯 榴莲的品格呢 它是那种优雅到过随的那种 然后是隐居在山野田园的那种隐士 就是与世无争的那种感觉 哇 太美味了 人间极品 大家喜欢吃榴莲吗 喜欢的扣1 不喜欢的扣2 咱们看一下有多少人喜欢 多少人不喜欢 喜欢吃榴莲的扣1 然后不喜欢吃榴莲的扣2 你看一下喜欢的人多 还是不喜欢的人多 嗯 嗯 就这个地方 这个糯糯的 就是 这个地方很好吃 看我咬下来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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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